好 近來有一些居隔的一個情況 或者從那時候有預防性的停課 那 預防性的居隔 相對很多是預防性 我們再重申一下我們這個 規定 就整體在確診個案 確診個案我們以前都送 醫院 那現在有一些是送集中檢疫所跟 加強型的防疫旅館 那基本上 在匡列的原則 當然是有疫調的人員 就接觸的時間 有沒有適當的防護 那空間的一個情況等等 去做一個評估 他感染的風險 然後感染風險評估後 就會分做三種 有些會列入 居家隔離 那有一些列入自主健康管理 那有一些列入自主健康監測 那在居家隔離的時候 我們從去年110年的5月16號 那時候有公告過 就是以一人一室為原則 那當然一室裡面 我們當然希望有獨立的 衛育等等 所以我們那時候講就是說 如果一人一室的時候 那千萬就不要 出來跟大家共聚 就一定要待在房間裡面 那其他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在 不用在房 在一人一室的時候 那就在經過我們有些專案 我們特別核定風險覺得很高的 或者地方政府 他報請指揮中心同意 或地方政府認為 他衛生單位有評估家中不適合 這樣的一人一室的情況下 那可以公費送集中檢疫所 換句話說 大家看到有些群聚很厲害 相關的 一個這地方的陽性率太高了 那也許我們對這個匡列的就比較嚴格 一點 希望到集中檢疫所來 或地方政府認為說也一樣的一個標準 那報紙會中心來的時候 那你會審視這樣的一個適當性 或者他評估到那邊去看 他確實沒有辦法 譬如一個房間不是很大 那居住了七 八個人 那顯然在這樣子在一人一室的風險 相對的提高 這些都可以到集中檢疫所 那到集中檢疫所 基本上都是公費 我剛才講就是說 沒有獨立的房間廁所 那可能有受病毒 污染至於 難以確實傾銷等等的 這些環境的風險災 就不適合在這邊住的 那可能就要移出來 所以是以 就是在這種密切接觸者的隔離措施 基本上是以一人一室為原則 好 那